我想大家按下的按理说 其实我们是一部证据 这一部剧的人呢 就会知道它真的是一部证据 那今天呢 在我们这个上海的推电会上 我们也请到了 我们《刺客猎人》的《猎传》当中 两位很红的演员 我们有请 赵世伟 扎姐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我们之前要去拍照吧 好 好 那我们一起跟他们聊聊天好不好 然后我们 我们赵世伟是从湖南威势一年级的 这个综艺节目里面打开 然后扎姐呢 也是特别来到今天的推荐会 其实之前呢 在介绍他们的时候 还有分别的他们的这个称呼 比如说这个 这个 志伟呢是一个 怎么说呢 讲这么说一个制作心 对吧 其实在最终的角色 也一直起到这样的作用 然后呢 扎姐饰演的 慕容离呢 我们把它叫做 红衣美少女 当然 你们现在的这个休闲装的形象 其实跟我们现在画面上 那个海豹剧中的形象 还是有些差别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还应该让他们 让他们两个自己 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们在剧中的形象 和他们的剧中的故事 好吗 说一下来 好 大家好 我是赵世伟 我在刺客类战中 扮演的是公孙茜 是天玄国的成像 然后 从智多谋 然后非常爱过 哈喽大家好 我是加紫 我在刺客类战里 扮演的是慕容离 就是一个 就心机很重 然后 又一个 被灭了多的王子了 对 所以今天你们两个玩 是因为 你们是这八人里 智商最高的 对 我们两个人是最复杂的 对 嗯 很多人说 刚一看刺客的时候 就晕 因为要记住很多 国家的名字 也要记住 很多人的名字 而且国家的名字 人的名字 都有讲 所以呢 这些人说 它是个证据 比如说四个国 国主的名字 是来自于 一经的四项 然后八个刺客的名字 都来自于这个八卦 所以你们的名字 和你们背后代表的 这个故事中的国家 都有什么样的关系 也可以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其实就是 这个句是一个证据的原因 是因为我每个人的名字 都很符合 你看 对 对 所以我们大概是 剧本的时候很明白的 嗯 然后我是挂象的话 代表是钱挂 公司钱 就是钱挂 然后我代表的就是一个天 爱情爱有天 所以是一个很正直很善良 然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但是 又是很正直的过程 很正直 对 然后一心被夺吧 然后就为了我们这个 国家可以团结起来 然后付出了很多 最后付出了生命 对吧 对对对 对对对 我就是不如你嘛 就是离卦 然后 我和志伟的关系就是 比较复杂 因为 和东孙田 因为 我虽然是欣赏他 然后他也欣赏我 但是我因为 要复国 然后我不得已 不得把他杀了 心心相惜 最后他把我杀了 所以呢 其实看上这一句 过程当初 我觉得你们可能要记住 那些复杂的台词 都需要很长的这个时间 真的 我有一场戏有七八百次台词 而且非常多的繁体词 而且非常绕合 真的 就是我们要提前两三个月做好准备 然后拍摄的成为 两个多月 然后好像也模糊 因为大家 互相 更开始名字都念不出来 因为 呃里面的那个 剩屁字太多了 但是 其实我也没什么关系 我们都有什么台词 然后 都要靠眼神下来 对然后就是 但是我们今天要挺剧本 然后 就是 整个剧本看下来 大概也是翻个心法子 点 然后 其实 这部剧我们大概今天五月份开车的 然后白云播出的 但是之前筹备的顾客非常长 那你们其实 其实我听听你的工作人员讲 就是说 你们过完了之后 很不一样的 你们觉得 那个在 拍《刺客》之前 跟现在 就是整个的这个生活 工作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刚开始拍一部 是有第一部古装嘛 然后也没有挂到太大的期待 会变成什么样 但是 拍完之后 生活确实变化了很多 因为刚开始的话 去飞机场啊什么的 都是别人的粉丝擦肩而控 现在都是被粉丝围在中间 然后 又收获了自己 呃 公司前的粉丝 就是大家会记录我的人 然后现在 记录了这个角色比较重要 对 出了这个角色 然后 还蛮 蛮搭变的 搭变 就是 嗯 就是这个第一部戏 嗯 那公司为什么选择 因为我们说来 可能这个角色比较合适吧 嗯 然后 就是 开始的时候 然后微博也没有停赞 发言 然后 就是 就无法 然后现在就是 那想想发什么 对的 不知道发什么 还有就是 一开始 当播的时候 就是 我们活动啊 什么的就是 做的 可能这边有名字 对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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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因为 粉丝多了 就是会 就会 对的 就没办法 然后就 逼着老板就 做的那个 商务 哈哈哈 还有 还有就是我 我现在都算拍摄一年级了 然后有去做落地宣传 什么 发现现场的粉 大部分都是 雌可粉 都会跟我们一些 十个粉丝有七个 八个粉丝 有一次 看到过台 对 哎呀 就是他 他们会关心我这个女人 下一季 会怎么样 对 那说到下一季 其实这一季的 这个别称的 明火昨天 然后这个一段 正好打在 乌鲁林的底上 其实呢 就是这位少女 在这一季 基本上引起了 各国的一个 奋奋 小关了当事的一个 尸检 那在下一季 有什么可以透露的 而且大家是不是也很关心 所以下一季的这个命令呢 下一季的 下一季就复活 就看大家喜喜好 哈哈 对吧 这季的关注没成重要的 啊 下一季 我觉得 就是 希望吧 就是 因为第一季 我生活都往公里 然后 就是 就是 出去看 然后就是想 第二季呢 上个战品 Sigma 哦 好好好 我们这编织老师 多通一下 我真的想 想当自己的建筑效应 然后 我们会多这个战品 好 那 在这最后 再向我们大家推荐一下 这个 刺客列转 对于我们今天在座的 发展到总告组的朋友 虽然不是有补妆剧 但是其实也会有很多合作的可能 对我们这部戏 我觉得 是一部 算是非常真的 觉得如果认真的去看的话 真的非常好看 而且 里面绑压了很多的线 每条线都故事人物 而且给我串起来 其实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而且第一季 我们已经把这个国家的大框架 已经交代清楚了 所以下一季应该是非常精彩 因为有 有更大的 弹劲 第一季有个非常大的 对 然后呢 下一季的名字叫 下一季的名字叫 龙雪玄黄 对 简单的解释就是刺客列转 血流成河 哇 好期待啊 好 谢谢两位 谢谢毛主角姐姐 谢谢 希望我们继续主义 我们第二次再见 谢谢啊 还有 还有 好 好 继续来自我们的推荐 刚刚推荐的基本都是呢 应该 扎姐 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们就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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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